花蓮县职业总工会联手台湾第二造福劳动合作社 周六在花蓮的圆摆前广场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而主办单位准备了丰富实用的民生物品送给捐血人 同时还有摩采活动也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晚秀乐捐 天气炎热又是暑假期间 花蓮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城又亮了红灯 正后之后大家整理家园或者说一些外地人没有来这边观光 所以我们目前的捐血量其实都是不足的 那截到今天为止之后早上就只有五天的安全库存量 其中呢以A型、B型跟O型这三种是最缺的 为了书解血荒花蓮县职业总工会和台湾第二造福务劳动合作社 共同举办的捐血活动 职业总工会在法律位阶就是属公益社团 那所以我们联合了第二造福务来一起来做这个奸血的活动 希望以抛砖引益以人积己积人逆己逆的精神 希望把这个善性的循环传给到我们花蓮县的乡亲 自助耳后人助在助人之余呢 也能够让我们社区共好 乃至于我们花蓮县都能够共好 早日摆脱这个正后的阴霾 主办单位准备丰富使用的民生物品送给捐血人 同时还有摩采 奖品包括液晶电视 脚踏车 小家电等 现场还邀请视障按摩协会 帮捐血人按摩疏压 虽然天气很热 但仍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晚秀捐血 借旅会欢视报道